我們的慘痛 那麼我們一年五個月 比去年香港的零售總額 就下跌雙位數字 是前所未有的冰河期 那麼什麼時候可以解凍呢 我一點都不樂觀 因為這次是一個結構性的轉型 為什麼結構性呢 我們香港現在說有一個三高的問題 第一 人工高 第二 租金高 第三 物價高 那形成呢就是 港人不想消費 越客就南下打卡 那麼我看不到 短期內怎樣去扭轉這個局勢 這個餐館名秀現在請在香港 五六十萬人的 佔我們的勞動人口很大的比例 那麼跟著呢 我們現在就自駕由港車北上了 那麼港車北上之後呢 7月1號呢 心中通道又通車了 那麼還可以開車去深圳 那麼你說 我們幾嚴重呢 小米經驚 跟大家聊聊聊 今天想說什麼呢 剛剛看完阿田北神的影片 就是貓掛禁錚 叫狗命 都知道她說她也沒有辦法了 那麼她沒有辦法 那麼要不要辭職做立法會議員呢 對不對 那麼你十幾皮一個月 九十個人 那裡多少錢呢 九百幾萬 一千萬 一個月出一千萬 香港現在是財困 但是呢 那你說夠零售 夠香港市面 夠的環境 你看到她沒有辦法了 那田北神也說沒有辦法 那田北神的新聞都是G2000啊 YouTube啊 就是現在每月 我們好像這個品牌 YouTube好像無不見的 G2000啊 那你見到G2000很多地方都 就是變得特賣店 以前G2000都扮開他市的嘛 就是普通那些質地一般的西裝 六七百元件的嘛 現在你可能兩三個都 都有一件那些 就是 我不知道西裝其實有沒有過時啊 就是可能那些關島嶺那些 我想 那都會有特賣店 就是證明店 就是這個鋪租貴啊 沒有辦法啦 叫救命啊 那就是她 就是我想都是 現在會敢說是田北神 是吧 都沒有誰 就是夠大膽 就是這樣跟政府說 因為你說老實說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界政府 對於商業方面的運作呢 你覺得好像都沒有什麼 那方面的高手 就是那方面的能力高的人呢 是欠負 找不到 好 你說有沒有些 你說陳華波 見仁見智啊 就是大家都心目中有個數的了 對不對 就是會計師厲害 就是如果會計師厲害 會計師厲害的就 就是厲害我相信 但是你用他那套哲學來治港呢 就應該剛剛恰恰相反的 是吧 那麼 那 因為會計師我已經說過了 就是教你省稅啊 避稅啊 你怎麼樣 就是幫你七除八扣啊 但是呢 一個 一個政府 不是說只是省 固然 可能這也重要 但是 都要 就是你等於你灑些錢出去 叫做種花 那些花有時候 有些地方可能會開花結局的嘛 但是如果你說就是這樣 下下下 都說省 那就不行的 那麼 阿田一臣就是 我想他切夫之痛 對不對 本來我想他以前 就是那個自由行 我想2010年那個年代 香港最厲害的 我想他那些衣服都 就是別人以為 當然以為是世界的地方 很多人買 那時候 那時候我想他 因為資二千的時候 那時候出衣服都很密的 尤其是 就是去到九月左右 已經出冬天衣服了 就是我看到他 又開始賣一些很冷的衣服 其實就是 我想現在零售就不能做了 根本就是香港零售 就是為什麼 大部分人 那些人 我想香港 我想最低估計 每五個人 應該有一個人買陶貝 最低 最低啊 不要說京東 不知道那些有沒有衣服 那些 或者是抖音賣 很多人都會 我想已經有 每五個人就會 買 就是會 買 淘寶 每五個人 那如果香港 800萬人 就是有160萬人 就買淘寶 就買淘寶 那你四個人一個家庭 那一家人 就一個會買淘寶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等於我家人 我會買淘寶 那變成 那我家人 就和我太太 那就沒有了 是吧 變相 你都不會再有人 會 就是 你說等於那些名牌 現在我們 很坦白 去到這個年代 我們對於這些所謂 有牌子的事情 是很淡然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刺激不住 刺激不到你 對於這個牌子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些淘寶化 對於這個人 磨滅了你 對於這些所謂的 這些事情 無論是G2000也好 Jornano也好 Bossini也好 這個 Balano也好 這些牌子 其實就是 香港牌子 可能也有衝擊國內 或者是日本名牌 Unical 好 但是 你會發覺有一個東西 是香港人已經 就是淘寶化 這種淘寶化 是入了骨 就是覺得 其實買衣服是不需要那麼貴 其實網購其實也有一個風險 因為有時候 衣服 也有些出入的 就是有時候 有途也未必是有真相 買衣服一定是好 但是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都會落此不疲 為什麼你會看到 為什麼會淘寶化 就是 你看到 香港 幾多間的菜料 快遞店 這個真心的 香港有幾多間菜料 以前的 我們不可以吃菜料 我們只會 這個 順豐 現在順豐都要 順豐都要減價 為什麼現在菜料很厲害 便宜 你說香港哪一區沒有菜料 到現在 不要說深圳了 深圳多了 阿媽不認得 香港有幾多間菜料 你說 多不多 真的多 我不是開玩笑 真的多到阿媽不認得 是多到 我也有點害怕 多到 多到 直接 就是 其中一門 現在會租你店 其中最大的產業 不是 這個不算零售 就是 菜料開了很多 所以 菜料多就是 證明淘寶 多人淘寶 就是多人買這些 所謂 網購 這些電商的東西 才會 多了你的店 所以你說 阿田北 神我不知道 知二千 有沒有在淘寶 開過 店 其實都不用用什麼 牌子 現在香港現在 我想大部分人買衣服 都不會再說 你是什麼牌子 看不看 我想這個已經過了 那個追求 就是 要是你是追求超級名牌 就是你要買LV 我要買Gucci 我要買Channel 那些 那些是淘汰不了的 因為 那些是奢侈品 但是 你一般 你剛才說的那些牌子 根本 你再開店 我坦白 我近年 你有留意 去這些店 多數 哪些人多呢 就是藍 就是我們那些 外籍用工 禮拜天 如果你再做特價店 特賣店 就多人買 可能買給一些 鄉下親戚 子女 勞工 其實 中環多 其餘 一般 你都會發覺那些店 是沒有 門堪羅雀 因為我每年都要幫 我的學生 就是我的學員 買生日禮物 那我就 我就不喜歡買食 我就喜歡買一些實用品 那我又去這些 所謂 香港門市 這間店買 看看有沒有特價 買四條底褲也好 那四條底褲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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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條底褲也好貴 那可能買一些物 那些 等那些學員都 有時候都 就是他們家裡未必有空 去添資一些 所謂 以後我都會幫他們買一些 那些 那我就經常都會去價價 因為 因為他們那個 我們那個預算很低 那 那你 你發覺其實這些零售 這些店鋪其實很 其實他們大部分的牌子 因為他們 結合好租 根本就 是沒得競爭的 輸了 所以 所以 所以這些 其實不是 偶然的 就是 田北辰 你首先 他當然現在叫政府 借錢給中小企 便宜 但是 長遠計 你怎麼能夠改 就是現在你不是 那些人 除了北上 北上是吃東西 未必買衣服的 就是可能有 但是 就是我那次經過東湖 深圳東湖 都不是比我以前小時候 真的少了很多 那大陸都是電商厲害的 就是這些所謂網購更厲害 拼多多 京東 就是你買電話 可能去京東買的 就好像買這個 Apple iPhone便宜一點 那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是總之便宜一點 那你說 香港的零售怎麼可以做 就是我們已經 就是我們其實 吃東西 享受 我們就第一時間想到 上心上 買東西 基本上你想到買什麼 都第一時間想到 先逃跑 不過買街市 就像我老友 賭神 所有的街市 全部都逃跑地 你說香港還不結業 你買街市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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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街市店最慘 最慘的是什麼 你買店鋪很小 店鋪很小 人家沒空進去看 你起碼放四五張沙發 放兩張床 那你放這些地方 你這樣賤 那你買街市店 那你買街市店 我不買全備 你買街市店 但是你看看 剛才又買街市店 現在買街市店 我買街市店 但是你不買街市店 多些國家 很多人都經常說我們都是中國的 為什麼我們香港區是另外要獨立的 應該直線遊遞下來香港 免遊下來香港 如果有些人香港零售的 我想三副鞋物那些 我想起碼要撿一副 你苦心自己問一下你的朋友有沒有做 可能有些人說我小鞋子我不喜歡穿頭 沒有問題 你要穿英國衣服 美國衣服 我們說現實 我看完田北俊先生 田北俊和田北神兩兄弟都算是最敢說話的 雖然他十多元 人工對於他來說很濕碎 不知道他有錢 我都不信他純為錢 但是他有沒有理解市場現在是怎樣 那個零售那個氣氛是什麼 當然你說吃餐飲業 他說幾十萬元 那餐飲業 為什麼會被香港人脫氣呢 服務 出品 售價 這三樣東西結合的 這三樣東西都是香港近年的死症 是吧 就是早幾年我們這個疫情前 就是我們都還可以罵東西 有些店是米子連 但是這幾年 你也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我 我的接收能力差 有沒有人再說米子連 就是整個說這家店是米子連的 什麼什麼七七 這家米子連的什麼什麼七七 我們少了問題 沒有以前那麼嚴重 哇這家米子連的 真的少了 真心 我們是少了這種 這方面的文化的收益 就是沒有 那種文化的收益 就是覺得米子連就是好東西 但是近年我們真的沒有這些東西 一見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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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吃了 是吧 近年你說真的做得很出色的飲食 不是沒有 少之又少 做得很小的食品餐廳 就是可以多不勝數 一行何沙數 我經常說這句話 我經常說這句話 經常得了很多人 要這部樓倒閉 是不需要停止它 因為他們自己拿來的 連煮的公仔麵 香港很多店舖 早餐的公仔麵 都不賺錢 不是太乾就太硬 連煮的公仔麵都不賺錢 你可能知道 那些廚房子有多賺錢 是吧 那你反而 你反而 你反而吃些賺錢 我當然回大學吃 如果我有假期 第一 又可以捏著腳 一百幾十元 可以捏著一百分鐘 香港捏著一百分鐘 是二三百元的 又是那些女兒 還有 香港捏著腳的女兒 我不是得罪說一句話 好想都不願意專業的 早三四年前 我在這個 是否百家事街 還是不從家 每條街都是 那些粥肉店 這個女人 擺自家中 那兩個人 倆大腿鞄鞄鞄鞅 你其實是不是怕 我我倆放到下一個 ika 她穿褲子 你不要ść 她拿了她最呼 klass 一開始鬥地主 一路鬥地主 一直分享一 effective 那次我做 mistake 十年都不來一次 那次我捏了一百九十八塊 那次我捏了一百九十八塊 捏了六十分鐘 那下次你會不會做他呢? 那條路還要問我可不可以拿五十塊喝茶 我很記得他 八家事件 那間店都幾間分店 原來他的外來 他不是做死那間店 他剛才在附近打麻將 在竹館 在刮竹 突然間過來開框 突然間碰到 刮竹就輸了 贏了很難問 刮完竹就突然過來和我按腳 那輸了我就大了 我就說我捏了六桶 五萬啊 我捏了四萬 我捏了四萬 我捏了我 所以那次她不是很愉快 那條女兒還要玩電話 大陸就不夠膽了 那些女兒就算太多惡劣 都不會公然把電話在那裡按 香港就行 香港一定是那些 算了 你不要搞那麼多 大陸 賺你一百幾十 我們會有這樣的錯覺 對吧 不是這麼好的感覺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所以你說田一晟 田一晟先生 大哥 接下來你們又加薪 我們不是妒忌 你們這麼專貴的立法會議 但是你立法會議 你覺得近年有九十個了 人那麼多 就是所謂三個臭皮匠 一升一個諸葛亮 你現在你經常扔給政府 政府好像 政府現在好像真的沒有了商業方面的那個人 對吧 那你變相 就是說零 你說零 你說零 對吧 現在不是轉不轉到營 是想什麼辦法 要是你便宜租到你不順 那三個臭皮匠 你之前才大頭 建議三十八、三十九塊 保證一定有價 那你便宜過淘寶嘛 五十九 西裝一百九十九 那我肯定保證你好了 全部一塊塊錢 但是你那些西裝 建議都七塊水 八塊水 一叉東西 一叉東西我不需要光顧你 現在我們 我對於這些所謂香港名牌 我不知道你們還不喜歡 你們還不喜歡 哎呀我不是的 我一身人只是穿佐丹奴 佐丹奴自從沒有了那隻青蛙之後 都感覺很難接很難失真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說什麼 你上來佐丹奴最出名的那隻青蛙 對吧 你會不會 現在你還會不會 就是買那些什麼 香港名牌 就是世界名牌 我見到那些Fina 或者 整 不知道 右邊 左邊是Cocoda 那些Cocoda 你見到Cocoda 都不買了 是貴的 對吧 所以說 零售有什麼搞 沒有辦法 我們接受現實 香港 所有零售 我們就 降價淘寶化 是吧 銅類型 碰太多了 你都一定是不夠糟的 老實說 你們 佐丹奴也好 薄仙妮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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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爾仙妮也好 你都未必會夠Yulito 因為Yulito 贏你的 第一 他的間店一定大一點 第二個問題 他是日本品牌 雖然說來大陸做 日本品牌 日本品牌 等於那個美食月餅而已 香港品牌 都是大陸做 可能又會贏你少少 是吧 所以你說香港的 所謂香港品牌 怎麼搞不可以做的 Buddy Buddy 我都同承你 是吧 想當年試過 不行 也不是 毒水搞定 是吧 但是苦心自問 我們對於這些 所謂 有牌子的東西 我們香港 是不記得的 不知道你今天 你會不會去佐丹奴 再買衣服 或者買些底褲 很多人買佐丹奴 賣給Kelvin Kine的獎 賣佐丹奴 賣佐丹奴 我不知道是不是 其中一個是你們 有 跟小米分享 所以我說香港 零售 就是 你們對上一次 光顧我剛才說的那些店 或者你光顧那些店 或者你光顧那些店 你就是 連那些嘉年糞 以前整條街 都賣出入口 出入口那些 現在都不見 有什麼 哈哈哈哈 現在好像連出入口 都都 那些店 都好像 生意都門堪狼 唉 我都不懂得說 不知道你對上一次 光顧這些報道 是什麼時候 跟小米分享 說了什麼 當然你說買些圍禁品 就是你買空迷底褲 都沒有所謂的 你夠膽說我 我也夠膽贊你的 好嗎 今集小米聊天 講到這裡 現在繼續聊小米聊天 各位朋友 我是小米 希望大家 鼎力支持我小米樂園 一個講真話的地方 希望大家訂閱 分享 如果你們大家有多餘錢 或者你贏到錢的 可以課金給小米 令小米樂園 可以繼續 一直都撐下去 希望大家多多訂閱 以及介紹給朋友聽 謝謝 謝謝